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它点开来 那么把这些off全部都摁掉 好的off已经全部都用掉了 顶板这里做一个初步的介绍 这边是邮箱控制 这边是电子 下面是一些灯的开关 然后这边是空调系统 下面这些地方没有模拟出来 还有一个这个除冰系统这一部分 那么下面我们电源已经开过来 可以看到现在是冷仓状态 发动机都是关着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准备输入MCDU了 按Shift加5打开MCDU 可以看到我们的发动机型号 还有这个导航数据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灌导页面 今天我们准备是从红桥飞青岛 那么航路呢 网上都可以查得来 首先我们把那个机场的这个四字代码 输入一下 红桥就是ZSS-青岛ZSQD 输入到这边 好的输进去 那么再按Return返回 把这个点亮灌导系统 然后循环高度 今天我们就飞那个33,000英尺 好的 那么下一步就可以准备输油量 还有那个燃油重之类的 这个第一页基本上要我们输的只有这么多 下面我们按这个Next Page进入第二页 可以看到左边右边都有一些这个要你输的 但是左边的这部分没有模拟出来 所以可以不输 这边有一个Taxi就是滑行用油 这边预计是0.2 那么我们点一下这个 电脑自动算出来 目前我们的这个0燃油重 还有一个燃油重 也可以把它算出来 这边下面电脑自动计算出了这个 最大落地重量和最小落地重量 下面我们就可以输那个 航路了 首先我们按这个F-Plan进入到这个 航路输入页面 点击左上角的第一个按钮 红桥的四字代码 进入这个离场 选择今天我们选择三流跑道 那么根据航路我们选择这个Picas Picas动两立场 然后点这个Insert插入嵌入 好的 那么一部分航路已经生成了 下面我们点这个Picas 这边VIA斜杠 GoTo就是打航路和这个航点的 下面一个Next Waypoint 是直接打航点 下面一个New Destination 新目的地 这个用不到 基本上用不到的 那么有Picas之后 进入那个GURF330 然后飞到这个PIMOL 这个点 用这种格式把它打出来 然后输入进去 那么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航点也已经展现出来 航点上面也显出了这个 显示出这个GURF330的这个航路 继续点击 下面是要走Alpha593 到Papa44 继续嵌入 可以看出 我们这个航路也已经生成了 下面是沿H28 到那个XJT就是薛家导 VOR这个导航台 H28-XJT 好的 航路也已经继续生成了 这个检查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确认 那么 这个航路也就连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把断点删去 可以看到这个T斜杠D 爬升顶点 爬升顶点 还有这个T斜杠C是爬升顶点 T斜杠D是这个降落起始点 从这个导航页面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这边这个FCU上面的这些按钮 我上次做的那个教程里面已经基本介绍过了 所以这边我就不再过多的去介绍它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直接选这个倾导的进场 同样还是点击ZXQD倾导的四字代码 点这个arrival进场 我们选择三五跑道 那么 选择一个 薛家导动量进场 然后再次按insert嵌入 可以看出这样我们整个行路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也没有断点了 这边多了一个薛家导 我们可以把它删除 好的 下面这个页面里面也显示出了我们这个高度速度 以及一些时间油量等信息 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就到那个 可以到起飞性能页面 左边V1 V2 V2 这个相关定义 我就不再解释了 这边转换高 我们输入98动动 呃 然后这边有一个flops 就是紧益和配屏 那么 我们今天就输这个 两度紧益 两档紧益 那么配屏的话可以打2.5 把它输入进去 然后下面一个是发动机 那个推力参数 我们这个就可以打42 这个相关的飞机操作手术上都有 这里我就不再做介绍了 然后下面这个我们输好之后呢 可以点击这个V1 V2 那么电脑也可以自动算出来这些速度 好的 那么速度也已经显示出来了 下面进入下一个页面 爬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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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边电脑会自动控制 所以你输不输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想自己确认速度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打一个速度 打到这个左边第四个里面去 那么电脑就会执行你的操作指令 下面一个巡航页面 巡航速度 一般电脑也会自己确定 当然如果你想要自己设置巡航速度的话 也可以在同样在这个左边第四栏里面 打入你所需要的这个速度 下面是卸降 下降页面 还有最后一个页面是进进页面 就是在下高点 我们可以收到那个机场的那个通波 然后我们把这些修正海压 温度 风向 呃 什么绝段高这些都可以把它打进去 还有一个最后进进速度 等等这些页面里都会有显示 操作手册里以及相关的教程里也有 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最后一个页面是地面那个滑行的页面 好的 那么到这里的话 CDU基本上就输完了 呃 那么这里呢 还要再介绍一下这个有一个radio 内 那么这里呢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这个盲降频率输进去 在 左边第三个是输盲降频率 然后 右 左边第四个的话是 跑到磁方向CRS 那么MCDU 其他的一些地方呢 教程上也有 我这边就不介绍了 啊 那么我们可以 下面的话就可以说启动发动机的准备 呃 我们按 同样按Shift 加这个 4 我们先启动APU引气 在这个灯光系统的右边 我们找到APU 点击它 可以看到 呃 这边飞机性能参数也已经 自动转换到这个APU页面来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点击这个Start启动 啊 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APU已经在启动了 好的 启动完成 下面我们把这个 呃 压力给它打开来 好的 可以看到也已经打开来了 下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可以说启动发动机了 啊 这个Shift加3 到这个发动机 这个启动这边来 在这个节流阀下面 看到一个中间 就启动发动机 有一个按钮 一个旋钮 我们把它点到右边来 点火模式 那么 从这边 我们也可以 从这个飞机性能这边 显示页面 我们也可以 呃 看到发动机的相关状态 目前还没有启动 啊 这些参数都是0 那么我们先启动 又发 好的 啊 已经在启动了 可以看到这些N1推力 呃 都在逐渐的变大 稍微等待一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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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又发 已经基本上启动完了 下面我们再启动 左方 好 好 好 那么左方 现在也已经启动下来了 可以看到相关参数也已经这个稳定下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 给它拨到正中间正常模式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 基本上 可以说 起飞了 呃 那么这些 仪表 我上次教程里也已经做过这个相关介绍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这边 有一个 油量 啊 油量显示 那么可以看到 中间邮箱 左邮箱 还有副邮箱 这个下面一组数据 都是油量 温度 还有 飞机上整个的这个 油量 啊 呃 还有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F 斜杠 CT 就是Flight Control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 查到一些相关飞机这个操纵方面的信息啊 我们先把那个APU给它关掉 因为APU也是会耗油的 好的 APU也已经关掉了 呃 那么 这边 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摇杆来进行一下测试 啊 可以看到 呃 这个维度 复翼 都 也已经显示出来了 呃 那么 左右 呃 这个 扰流板也已经打开 可以看出来 可以看出来 还有这个角度 啊 那么都是正常的 下面呢 我们 就可以把这个锦衣放下来 放两档 啊 可以看到这个锦衣 也在这个慢慢的放下来 好的 可以看到提示我们锦衣也已经放到位了 下面我们把扰流板上糖 呃 摇流板也上糖 自动刹车调到最大 好 然后再进行一下这个起飞前检查 好 测试结果 呃 飞机提示我们是normal 也就是正常状态 那么下面基本上就可以起飞了 然后的话 我们主要 呃 把这个高度表 给它调一下 然后 呃 下面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空客的油门 那么空客的油门的话呢 主要是 建议你全过程使用自动油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推一下遥杆上的这个 这个节流阀 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档位 呃 这个飞机 都会有不同的推力 那么下面呢 基本上 我们可以起飞了 把停机刹车关掉 然后 呃 修正海压 呃 也应该是在起飞前面把它调好的 那么呢 下面我们就可以起飞了 好 推慢慢的推这个节流阀 注意这个摇杆推的幅度 好 可以看到起飞这个性能这边 看到一个起飞油门 42 也就是刚才我们在CDU里面输入的那个 那个数据42 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呃飞机正在起飞 速度 这边自动油门也已经打开来了 啊 已经到V1了 好 好 V1 然后过了V1我们就抬头 好的 飞机现在也已经这个离地了 下面收起落架 啊 然后根据这个飞机 这个面板速度面板上提示 我们收一度紧益 好了 过了 过了这个400英尺 我们打开自动驾驶 好的 自动驾驶也已经打开 这边 也已经是导航模式 上升率的话 我们 呃一般这个空客的飞机 因为机模 空客的飞机啊 机模有些问题 所以我们 我建议你呢 是手动挑这个上升率下降率 还有 飞机主面板 提示我们 要求机长把油门收到爬升油门 那么我们把摇杆上的节流阀 推下来 好的 想提示你speed 那么速度 也就是说正常了 有现在由飞机 开始管理这个速度了 那么 根据提示呢 我们再受一度紧益 好的 这个速度的话呢 也就跟着会上去 现在飞机也已经在自己 这个转弯了 声音我关掉了 比较大 基本上的话 空客起飞之前 做这么多 应该就可以说是够了 至于其他的呢 一些按钮 上次我教程里也已经介绍过了 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嗯 基本上呢 这次是教程是上次教程的这个修正版 因为上次教程呢 做下来可能有一些这个错误 当然了 大家看过的人的话呢 对我的支持 我在这里还是表示感谢 嗯 嗯 那么 基本上 这些 起飞之后的一些事情呢 我这里就 不多做介绍了 好的 那么今天这次教程就到这里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